你有试过把咖啡倒回去 回送的手法吗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之前在台中的一间咖啡馆 看到的手法 首先准备20克的咖啡 使用一式的研磨度 老板说他们店内用的 会比一式还细 卷一个高流速的滤杯 使用RO水 水温93度 老板说这个手法 倒98度 甚至是滚水都没问题 接着一口气在15秒内 助水住到300克 等到30秒后 不管留下多少咖啡 再全部倒回去 接着等咖啡流光 就能够喝了哦 这个手法会让咖啡的味道 非常的浓郁而且一致 大家在家里也可以用 不同的咖啡试试看 接着等咖啡美咖啡 太漂亮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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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啡师的内心情绪巨如宇宙 有时候看到厨余桶太多也会开始反省 今天是不是哪里没用好 不要说咖啡师有心经营开饮的都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